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车展上 劳斯莱斯魅影进行了国内首发 不过日前有消息称 魅影还将推出敞篷版车型 劳斯莱斯官方也证实 魅影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未来的敞篷版了 并且敞篷版车型已经在规划中 但是距离正式量产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 新车最快可能会于2015年推出 路虎日前在英国推出魏式LXV限量版 以纪念魏式前身问世65周年 据悉 新车基于90硬顶版本打造 搭载2.2升柴油发动机和6前速手动变速箱 车顶金气格杉和前大灯罩都采用灰色涂装 外后视镜和尾灯处贴有LXV字样 车尾贴有英国国旗 新车在英国市场起价28,765英镑 约合人民币27.6万元 MINI官方宣布 全新车型MINI PACEMAN正式进口国内 新车共有两款 售价分别为33.9和38.9万元 MINI PACEMAN是MINI家族第七位成员 也是MINI继Countryman后推出的第二款SUV车型 据了解 PACEMAN的销售对象将锁定在追求个性 时尚潮流的年轻消费群体 大发全新特瑞的国内叠照曝光 从叠照上看 新车将很有可能采用7座设计 动力上将搭载1.5升发动机 最大功率106马力 最大扭矩139牛米 新车还将配备14区系统 据悉 新车极有可能会在未来引入国内市场 进口标志推出2013款4008 售价区间为19.98到27.98万元 据悉 2013款4008新增入门版车型 取消了侧门镀装饰件 自动空调 侧气囊 侧气帘等配置 并将18英寸铝合金轮毂更换为16英寸 从而使价格下探至20万元以内 长安福特新蒙迪欧的参数配置表被曝光 新车将会提供1.5升GTDI和2.0升GTDI高功率和低功率版 三种动力共6款车型选择 不仅在动力部分选择更丰富 配置相较老款也有一定幅度提升 日前 机动车强制报费标准规定正式实施 明确根据机动车使用和安全技术排放检验状况 国家对达到报费标准的机动车实施强制报费 近日 华春宝马双方的股东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合资自主品牌之诺 那这则消息呢 也让合资自主品牌的概念重新的升温 合资自主品牌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 有人觉得它很积累 然后也有人觉得它是中国政策催生的产物 本期的小米爱分享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与以往国内汽车业的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二元化发展之路不同 合资自主是我国汽车业的一种新模式 合资自主品牌主要是指国内汽车合资公司通过购买引进外方产品技术平台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开发出知识产权归属于合资公司的品牌车型 在品牌定位上合资自主品牌将会和现有合资企业的主导品牌存在较大差异 最终体现在价格产品定位和区域市场上 合资自主品牌产品一般定位较低 主打性价比将和现有的传统自主品牌短并相接 在成熟技术和合资厂商品牌渠道的支持下 其竞争力不可小觑 在二三线城市会很容易找到市场 目前已经正式发布的广汽本田理念 上汽通用50宝骏以及东风日产的启程等等 均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 如今合资自主品牌有如雨后春笋般允现 白石汹汹 从产品上来看 合资自主品牌一般会发布全新的logo 全新的品牌理念 而在产品上 绝大多数会采用合资厂商现有的平台打造 这些平台为合资厂商在产品更新换代后替换下来的平台 在技术上相对较为成就但很成熟 同时国产化率高 在成本上更加容易控制 此外 多数合资自主品牌会利用现有的合资厂商的销售渠道 充分利用合资厂商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售后服务优势 从消费者角度来看 合资自主似乎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实惠的产品 比如就08款奇达和启辰R50相比 08款奇达1.6升自动时尚型停产前指导价为11.68万元 而启辰R501.6升自动舒适版指导价为7.68万元 二者差价在4万元左右 虽然R50在细节上的用料和一些配置上与奇达存在明显的差距 但最核心的动力系统与奇达完全一样 这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 似乎是花自主品牌的钱买到了合资品牌的产品 然而 合资自主品牌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 也一直遭到业内人士的诸多非议 反对他的原因之一是 合资自主品牌充当了外资品牌抢夺自主品牌市场的马前足 传统意义上的自主品牌将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 当然有压力才会有动力 合资自主的推出也让传统自主品牌意识到 不能满足于现有的低端市场 必须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和品牌建设来向上突围 合资自主的利盒币看来都是存在的 但是它的这个存在也让我们很多人 有了更多的选择 而且对二三线的城市尤为的具有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推荐视频 都有什么办 推荐视频一 匪夷所思 看叉车如何将侧翻货车扶正 推荐视频二 差点出大事 狭窄公路借道超车 演发寡蹭 推荐视频三 愿悲剧不在 小女孩横穿马路惨被撞飞 推荐视频四 不够厚的 实拍女子倒车失误 当场逃逸 推荐视频五 不可思议 印尼一天小猴子 骑摩托飞驰 下面又到了公布上一期网友获奖名单的时间了 参与节目的讨论 写下你的评论 就有可能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 那我们恭喜这一位网友 把你的联系方式发着内信给我们吧 本周的成本报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下周周一再见咯